一只只肥瘦的兔子,终于在两个人努力下结束了,堆得和小山一样,看着就很有成就感。 接下来就是烧开水烫鸡毛,这件事比较简单,除了有点味道,可厨房的温度一下子就上去了。 鸡三把,鸭难悬,一个额头拔半年。 童年时经常听到的儿歌,从乔锦文的口中唱出来,让人非常神奇,没想到自己真的长大了,能够支撑门户了。 奇理奇怪的。 沈渊烫着野鸡,听他奇怪的唱法,一头黑线。 这个女人,实在让他越来越看不懂了,经常冒出的心词,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 男女搭配,干活不累,不出一个时辰,所有的野鸡都被除掉了外面的毛。 有一只啊,估计是在换毛,有些毛管子,不怎么好除。 咱们中午,吃炒鸡砸怎么样? 得了沈渊同意,鸡内脏被掏了出来,清洗也干净。 乔锦文带着内脏到小河边。 乔锦文搬来巨大的石块,砰的砸向了冰面。 这河还真是奇怪,手探下去没有感觉多冰冷。 鸡针,鸡肝,鸡心都比较好清洗。 鸡针剪开,里面的鸡内经扒出来洗干净了,回家有用处。 野鸡的肠子比家鸡的要细很多,耗费好长时间才全部剪开。 乔锦文这时候,已经是满脸的汗了,一直蹲着,大动难憋屈的,简直开始痛起来。 实在难受了,必须站起来活动活动。 这乔锦文的脂肪,还真是有点娇气了。 看着木盆里十几幅的鸡肠子,乔锦文成就满满。 这时候,趁周围没人,从自己淘宝小店拿出了食盐来,薄薄地撒上一点,就开始疯狂地揉搓。 揉搓清洗,再揉搓,再清洗。 这样的步骤来了好几回,鸡肠子里附的脏污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,嫩嫩的颜色,看着就很欢喜。 就这么看着,乔锦文的口水已经流出来了,好想吃火锅啊。 嗯。